早在二戰期間的1943年 蔡思為了量化光學晶片的品質 所以開發了一套數據化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MTF 它的全名就是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那在1975年開始 其實不管是日本或是各地有很多雜誌 就會開始把MTF的數據的圖片 放入到相機相關的雜誌裡面 讓消費者可以去參考 所以MTF的歷史其實已經非常非常悠久了 那甚至如果你現在在網上搜尋 在蔡思的官方網站上面 還有一篇文章 就是How to Read MTF Curve 它一共有33頁 然後它有英文的版本跟多文的版本 但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沒有人會去看 那其實網路上如果你搜尋 其實也有些人把裡面的部分內容 截錄出來翻譯成了中文 但我相信 如果你回去看那篇文章的話 你應該已經早就看過了 今天也不需要這支影片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支影片 因為其實我們頻道還是有很多觀眾 其實大家在購買鏡頭 在選購鏡頭的時候 常常還是不知道MTF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今天我盡量用 新手也能夠理解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MTF 那我在開始之前 我也必須說明 就是其實MTF的圖 在那篇文章裡面有提到 就是它其實還是比較適合工程師 或者是專業人士 用比較複雜的方式去判讀 那我們這種外行人 其實就只能看個熱鬧 看不了門道 但是即便是看門道 畢竟我們也是作為鏡頭消費者 還是希望能夠透過MTF 稍微看懂一點東西 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相關人士 或者是你比較專業 你已經研究很久的話 如果有什麼疏漏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方幫我補充 今天的重點還是要強調一下 我們針對新手 對於完全不了解MTF在幹什麼的人 然後我們簡單的幫大家梳理一下 那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小小廣告一下 我們頻道的會員專區 其實已經開啟了 每個月45塊的費用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頻道會員除了每個月 會固定有攝影讀書會 會帶大家看一些攝影集之外 現在也會有一些超長版的三部街拍 然後也會有一些時不時 依照頻道觀眾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我們會有不定時的攝影小教室 甚至有被害到自家的小教室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那當然也非常歡迎各位 就是每個禮拜三的晚上8點半 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直播 同時我們頻道也有Discord 我們都會幫連結放在下方 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些攝影同好 稍微聊聊攝影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Discord 然後以及周三八點半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聊個天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 我們在開始往下聊NTF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個前提 光看NTF是沒有辦法看出一個鏡頭好壞的 因為評價一顆鏡頭 除了它的解像力 它的反差對比之外 其實鏡頭做工 手感 重量 甚至價格 以及它抗耀光能力 鏡頭鍍膜的程度 這些東西其實都會影響到一個鏡頭的好壞 以及它使用到的對焦系統 它對焦速度 然後它的防手震的機構 以及很多鏡頭 它是有鏡射功能的 甚至微距功能 尤其提到微距功能 這邊除了指放大倍率之外 其實鏡頭在不同的對焦距離下 它的NTF是會有變化的 在之前有幾次的直播裡面 我們跟頻道 比如說像泰哥 我們有聊到 也有些鏡頭我們在使用起來的感覺 會發現它在不同的焦距情況下 畫質好像會有一些飄忽不定 那這件事情後來 我在今天要做這一節的時候 我查一些資料 發現其實在很多哈蘇的鏡頭上面 它會放上了不同對焦距離下的NTF 所以代表說其實的確 當鏡頭一個鏡組在運作的時候 畢竟它很多鏡片合在一起 那在不同的對焦距離下 可能會造成它畫質上的變化 所以我們的那些體感 應該可能是正確的 如果要提到這個東西就太細了 所以今天 以及我們一般在網路上看到 廠商放出來的NTF 並不會包含到這麼複雜的資訊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你真的非常有興趣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深挖一點 但是今天我們就講最簡單的 那剩下的部分就交給工程師 以及真正的專業人士 那我們能做到的 就是用新手角度 讓大家簡單的看懂NTF就好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一切 跟鏡頭有關的 能夠評價鏡頭好壞的 其他的參數因素都先放下 我們只專注在NTF上面 如果我們要看懂NTF的圖的話 一定至少表上面的那些數據要看懂 那我們先以去年 對我最喜歡的那顆鏡頭 Sony的2070 F4G來當作代表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縱軸 Sony在這上面寫的是百分比 但是在其他廠商的話 有些會寫0點幾 大家看得懂就好 那一般來說 縱軸它代表的意思 就是它的反差對比 那這個數值呢 越接近100%就代表越好 而無論是等一下我們要看的 另外那幾條線呢 都是以這個縱軸為基準 它越接近100%就代表是越好 反正你要詳細去看的話 它其實是有公式的 那你在剛剛提到的那個文章裡面 它會有仔細的介紹 那些公式怎麼去計算 如果你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是很單純的玩家 你只是想知道的話 沒關係我就告訴你 越接近上面代表它的對比度 它的反差對比度 以及它的解像力是越好的 那它的橫軸呢 代表距離 這距離是這個位置呢 離感光元件中心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最靠近左邊 就是感光元件的中心 那最靠近右邊 就是感光元件的最邊緣 那我們都知道 常常會聽到就是 鏡頭是越靠近中心的畫質越好 那的確你從MTF圖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一般最中心的畫質 多半多半都是最好的 很少會看到就是中心 中心是比較差的 那越靠近邊緣的畫質 一般都會稍微比較下降一點 這在MTF圖上呢 其實也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橫軸指的是 離感光元件中心的距離 那以全片幅的感光元件 它的斜對角的長度 大概是42mm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一般MTF圖下方的距離 橫坐標的數值呢 最多都大概到20左右 為什麼會到20左右 因為呢 我們從中心開始往外算 所以最斜 最斜對角最長的 因為感光元件全片幅的是42mm 所以一半是21mm 所以一般來說MTF圖 你只要看到21mm就夠了 那如果你是中片幅呢 你就看到更外面 那如果你是APS呢 大概就看到13、14mm 如果Canon的話大概13.5mm左右 Nikon Sony的話 大概就是14點多到15左右 所以APS可以看得比較中心一點 那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說 有些邊緣畫質比較差的鏡頭 用在APS上 其實效果還不錯 其實因為它把最外面的一圈都踩掉 那最外面的一圈呢 一般來說都是畫質比較差的部分 所以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的重軸代表是它的好壞 就是越上面越好 那橫軸是越靠左邊是越中心 越靠右邊是越邊緣 所以如果整條MTF的線呢 都緊貼從頭到尾都緊貼在最上緣呢 代表這個鏡頭素質是最好的 但是這種鏡頭不存在 所以一般它都是應該是一個 慢慢往下斜的曲線 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線呢 大概都是這樣慢慢往下 好 再來我們要看裡面呢 這幾條線之前呢 我們要先看一下 像20 70G這顆鏡頭 看到它有四張圖 你想說 哇 好複雜 為什麼有四張呢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首先呢 一個變焦鏡呢 它一般來說都會有給你至少四張圖 那有的會給你更多 那一個電焦鏡呢 一般會給你兩張圖 因為會有不同焦段的問題 我們先跳過來看另外一顆鏡頭 我們來看Sony的35 F1.4 GM 只剩下兩張圖 因為它的焦段只有35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一張左邊這樣右邊 左邊這張圖代表的是 光圈全開的MTF 右邊那張呢 代表是光圈F8的MTF 這個東西不一定 它下方有標示 但是每一家給你的數字呢 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部分呢 你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要給你兩個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大家應該都 就是就算你對MTF不了解 但你大家都聽過 一般我們的畫質呢 都會在稍微縮一點光圈之後呢 可能會打到更好 這個應該大家都 多少都有聽過 一般鏡頭在全開光圈的時候呢 它的畫質多半都不會是最好的 那當然如果有個鏡頭極度優秀 它可能在全開光圈畫質也最好 那當然是很棒 但我們就從35GN來看好了 你可以看到 在它光圈全開的時候呢 我們先不管那四條線是什麼 它的線呢 其實是有點上下游移的 雖然說紅色的線都頂天 可是藍色的線是有點往下飄的 可是在光圈F8的時候呢 幾乎所有線都貼緊上面 我想這個MTF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玩攝影玩了10年的話 你應該知道在我們剛結束攝影 大概10年前的時候啊 沒有看過這MTF 現在的鏡頭啊 真的都非常優秀 如果你今天才開始看MTF啊 那你開始有玩一些老的鏡頭啊 你回去看那些老鏡頭的MTF 你會嚇死 你會發現就是 現代鏡頭真的非常的進步 等一下我再舉個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再看回來 20 70G這個鏡頭 你會發現它為什麼會有四個 剛剛講過了 我們一般都會看全開光圈 跟縮光圈的兩個MTF 那同時呢 我們還要看不同焦段 因為它是變焦鏡 所以呢 20 70這一張呢 上面那一排呢 是在20焦段 就是最廣角的時候呢 左邊的一樣是F4 就是光圈全開 右邊是F8 下面那一排呢 是在70段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變焦的時候呢 它在不同焦段下 它的MTF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如果是一些大範圍變焦鏡頭呢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TOMERON的35 150 這也是一顆大家很喜歡的鏡頭 那這邊它只有放出來 全部的在F2.8的數據 那它放了三張 35mm 85mm 跟150mm 這邊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各家的MTF圖 它怎麼繡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像TOMERON這一張 它的光圈不是橫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 350 F2 85是F2.8 150也是F2.8 那SONY的話 剛剛秀出來的呢 就是各自是F4 F8 這個就不一定 所以你沒有辦法 直接把兩家的MTF 都拿來做個對比 大概就是參考一下 一般給的邏輯就是 它會在廣角 變焦鏡會在廣角跟望遠 各給你一個數據 然後在光圈全開 跟一個稍微比較小光圈的位置 再給你一個數據 有時候會是給F8 有時候會給你F16之類的 這個到底是多少呢 你可以實際上看一下 那張圖上給你的東西 一般不會給F16 因為F16畫質應該不是很好 因為有的會有繞射之類的效應 所以這要講就是廠商 基本上不會給你看太爛的數據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但那種頂天的線 它一定會秀給你看 那個就是因為真的太漂亮了 好大概解釋完 為什麼會有這幾張圖之後呢 那中間這幾條線 到底是幹嘛的呢 這個是稍微有點複雜一點 其實如果你已經不想 再知道更多了 反正這四條線 越靠頂就越好就這樣 但你要稍微知道 再細一點點的話 首先我們再看到這四條線 為什麼要放這四條線 這四條線各自帶有不同的意思 首先它的線會有兩種 一種是每mm裡面有10條線 一種是每mm裡面有30條線 它個別是用10Lpmm來表示 跟30Lpmm來表示 一般會給這兩種 那10的那條線 一般是讓你看鏡頭的反差對比 那30的話會讓你看解析度 就是在一個同樣的範圍內 那個線非常非常多 如果都還看得清楚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鏡頭的解析力 非常的好 一般我們看那個10mm 大概就是看它對比反差的能力 所以如果今天 你只單純只關心對比度的話 一般就看10Lpmm那條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它 對於那種細節的呈現能力的話 就看30那條線 所以你可以預期 30的數據一般會比較差 所以以這一張圖來說 紅色的線 它是10Lpmm 那30的話是藍色的 所以你可以明顯看到紅色的數值 會比藍色再好一點點 這是肯定的 那10線跟虛線的各自代表 它是從原型感光元件中心點 往外放射的平行線 或者是垂直線 那我們就不管平行或垂直 反正它各自會測量 平行線跟垂直線 那你還有一個可以稍微注意的就是 這兩條線 重合的程度越好 那畫面看起來會是越柔順的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形容字來形容 這個東西就很難用數據化來形容 你知道嗎 如果這兩條線的重合度越好 一般來說畫面應該會越好看 How to read the MTF Curve 那一篇文章裡面 它有提到就是 如果它今天重合度很高的話 一般散減會比較好看 但實際上到底怎麼樣叫好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一點微玄學 如果你比較知道該怎麼解釋這部分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幫我解釋一下 我實在是不太知道 這個東西該怎麼清楚的解釋 就麻煩各位高手 讓我們再多解釋一點 那講到這邊 大家大概知道 就是這些MTF圖上面所代表的意思 接下來我相信大家最有興趣的環節 這10年來在鏡頭的工藝上面 到底有多進步 我們讓大家看一些例子 首先越廣角的鏡頭 越邊緣 一般MTF出來的效果越差 我想這個大家也知道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看到 一顆望遠鏡頭 就是望遠的變焦 多半MTF圖會比較漂亮 比如說70-200MTF 一般會比1635來的漂亮 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就看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們先拿Canon的鏡頭 抱歉 因為我以前是用Canon的 所以我對Canon的MTF比較有印象 我沒有要黑Canon的意思 我們這邊是因為 我不知道Sony在那個年代沒有鏡頭 所以我沒有辦法拿Sony當舉例 因為Canon就是跨度比較大 我們就參考一下 而且我覺得差異比較大 不要介意 畢竟那是古代的東西 我們先看Canon的E635L 最早的搭三元EF鏡的十組 E635的F2.8E代 你可以看到它在16mm跟35mmMTF 我們就不要管條線 你可以看到它到接近鏡頭 稍微過中心之後 到一半的地方 整個直接一路墜 墜到最底 幾乎是沒有解像力可言 就是在邊緣只還是插到一個不行 這個圖在現在其實很難看到了 然後在35mm稍微好一點 可以看到在35段的時候 大家有稍微往上跑了一點點 不至於太差 那你可以看到它時線跟虛線 都離得很遠 總而言之 但這在當時 已經算是很厲害的一顆鏡頭了 我們也講過鏡頭標準 並不是完全靠MTF 而且隨著時代跟光學工藝的眼鏡 這個是會變化的 那我們看到EF1635 2代 跟了好幾年出的2代 雖然說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線 它是一路往下衝的 但是比起剛剛那個 很明顯看到 其實已經好非常多了 這就是時代的眼鏡 那我覺得它對於就是不管在廣角端 或在望遠端 它整體的光學的品質 其實是上升了很多的 那我們就看到現代 RF1535 可以看到有沒有 整個線條都已經很接近上面了 就是它最差最差的 可能是在15端的30線的地方 最靠邊邊的地方 有掉破0.6 一般我們來說 大概0.8以上都算非常好 0.6以上其實都已經很好了 那0.6以下 就稍微差一點 也不至於太差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隨著這幾年的進步 在MTF上面其實已經有 非常多的提升了 就是畫質上非常多的提升 那麼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另一個例子 以Sony的2470GM跟GN2代 大家知道我現在用GN2代 我非常喜歡GN2代 那MTF上有什麼變化呢 可以看到其實是2470GM 一代的畫質其實已經很好了 頂多就是在24端的時候 它在30線的地方 稍微差一點點 然後在70段的時候呢 30線的地方也稍微掉一點點 就解像力在靠桑桑一鍵 自由以外的地方呢 我主要外面那一圈 其實掉的比較多 其他地方其實我覺得都算OK 尤其是10線的地方 其實都頂得非常高 那我覺得其實像這樣子畫質啊 說真的已經很好了 那我們在2472代 你可以看到整體而言 在网上再抬了一點點 我們就不太細看了 這個大家就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 各家的觀望 那我之前有說過 我非常喜歡的Nikon的那顆24120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24120裡面 它在廣角的地方 那Nikon表示 它直接寫廣角跟望遠 在廣角的地方 大概整體而言 都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其實一直到了大概17-18mm的地方 才稍微有點往下掉 其實整體而言 我覺得廣角的畫質 除了最邊邊1mm稍微差一點 我覺得其他都還行 那到了望遠 就是在15以內 其實都維持的還算還蠻OK的 那當然一樣是在最邊緣的地方 在30线的地方稍微差了一點點 我之前有提過 我覺得Nikon非常佛心的 那個2470 F4S 可以看到它在表現上面 在廣角的地方 全程都維持在0.8以上的程度 我覺得非常的好 到了望遠的地方 就稍微下探一點點 不過也是到中段之後 在30线的地方 才稍微差一點點 整體而言 其實都還是蠻靠上面的 你看這個MTF圖 跟剛剛那種老徑比起來的話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優秀了 如果你今天對於 MTF圖非常有興趣的話 這些東西可以稍微幫助你 去輔助參考一下 但是還是要必須講一下 就是MTF圖 它只是鏡頭規格的其中一款 並不是買鏡頭就是看MTF 鏡頭拿起來喜不喜歡 用起來拍起來 那些出來的質感 有些東西是包含顏色之類的 那是你看MTF圖看不出來的 那在那篇蔡伊斯的原文裡面 也有提到 就是MTF它只是提供了 你獲取影像最初階段的 一個參考數字 那消費者你實際上能 經過你調色 經過你放在不同的媒介 你放在手機裡面看 你放在平板上面看 你放在電腦螢幕 你放在8K的螢幕上 看起來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講師的話 你都放在手機上看的話 根本就看不出來 對吧 所以與其進行MTF 不如還是實際上把玩看看 實際上多看一些評測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頻道 其實都非常的著重在於 實際上使用體驗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一個鏡頭 一個器材好玩 並不是只有它畫質 一定要是最好 最漂亮的解析度 一定是要最好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喜歡玩老鏡 喜歡那些老鏡的味道 那些老鏡給你的質感 那個不是單靠MTF看得到的 好 今天呢 重點還是讓大家了解 怎麼去看MTF圖 那就這樣 只要手上那個鏡頭 你喜歡的話 它就絕對是一個好鏡頭 我們所有都OK 我是道次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